再来看南韩这个冬天 遭遇了多波的霸王级寒流 典型冬季气候三寒四暖消失 气温还一度下探零下20度 家家户户在12月份就大开地热保暖 但是1月份收到降单几乎都吓坏了 因为公寓暖房费涨了53.9% 首尔市涨幅更逼近了六成 而南韩地暖大多是以天然气供应能源 将水管注入热水 再间接的将热力传导到地面 让室内保持温暖 受到了恶物战事的影响 天然气的价格翻涨了近十倍 所以南韩去年天然气的进口额 冲破了567亿美元刷新记录 那么南韩天然气公社一年四度的涨价 民怨终于在地暖使用量最大的冬季 开始引爆 南韩典型冬季气候 三寒四暖消失 先是出现五十年来最冷十二月 让首尔汗江比往年提早六天风冬 过年连假又遭遇二十一世纪最冷寒流 使得天然气和热力需求暴增 天寒地冻家家户户从十二月份开始 就大量使用地热保暖 但一个月后收到暖房费用账单 民众全都看傻了眼 南韩公寓每平平均暖房费用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约三百三十四韩元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却来到五百一十四韩元 涨幅高达百分之五十三点九 当中又以首尔市涨最凶 涨幅逼近百分之六十 市宗 京畿 仁川等大都汇区费用 同样惊人 南韩地暖大多是以天然气供应能源 将水管注入热水 再间接将热力传导到地面 使室内保持温暖 但南韩缺乏石油 天然气等天然资源 百分之九十八的化石能源消费 仰赖进口 每年必须从国外买入大量天然气 以维持冬季地暖供应 取暖费用暴涨与俄乌战争 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有关 国际天然气价格翻涨将近十倍 2022年南韩天然气进口额 冲破567亿美元刷新记录 南韩天然气公社二零二二年四度调涨价格 挽救恶化的财政状况 暖房费用实在太高 有公寓干脆取消公共区域的地暖供应 但冬季体感气温下探零下二十度 民众待在家中也得想办法预寒 除了把地暖系统常设在相对节约的外出模式 还有人直接在家中床铺 搭起能够阻绝冷空气的帐篷 网路商城收到商机 开卖室内专用帐 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 南韩总统尹锡悦这个月在国务会议上拍板 紧急补充预算 规划高达一千八百亿韩元 将近台币四十四亿元的暖房费支援对策 首先针对中低收入户寄除优待 确保弱势家庭能够温暖过冬 只是暖房费负担不仅冲击一般家庭 必须全天后开启地暖的澡堂业者同样苦不堪言 营运成本大增也掀起倒闭潮 雪上加上的是南韩今年第一季电费 再上调将近一成 创下四十二年来最大涨幅 二月份首尔计程车跳表价全面调涨 基本费从三千八百上调到四千八百韩元 将近台币一百一十七元 四月份起还将上调地铁和公车票价 在通通尚未缓解的情况之下 公共费用掌声响起也引爆南韩民怨 总统以习越民调连三周下滑再度跌破四成 朝野掀起责任攻防战 南韩民生政策濒临崩溃 TVBS新闻综合报道